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获得成功和财富 很重要的是不要只修财神法 要成功最重要的是要修布施 财富与经济的繁荣 主要来自布施与供养三宝 供养上师 佛 法 身 并对友情修布施和仁慈 那是基本的因 首先发菩提心 为了要提供保存和弘扬佛法的上师和生且必需品 为了正在经历佛法和物质贫困的友情 而要获得财富 最主要的是如此禅修 当你把水倒在财神像的头顶上 并持真言时 观想财神的体性是上师 共随并思维你已经生起无量大乐 共随并思维你已经生起无量大乐 你所欲求的财富或你所欲求的一切 一秒钟也不延迟 如果有人非常吝啬 又不太修布施 就算你修施与财富的财神法许多次 要成功也要花上很久的时间 在每日生活中 修持任何你可以做到的补师 尤其是供养上师的其他弟子 思维他们和上师是一样的 这会造下许多功德 除了供养金钱 只要急需慈善的地方 你就施与 越读金刚经也很好 越读金刚经也很好 这累积了许多功德 比供养诸佛菩萨还多的功德 藉由礼拜佛陀 也是非常强有力 累积广大功德的方法 另一件迅速带来成功 和广大功德的事 是持送无量受佛的长寿真言 注印心经金刚经 或任何智慧度的教授 也能累积功德 另一种方法是水洗 透过水洗 你累积了那么多功德 或对其他有情的功德 感到快乐 你必须知道 你不是唯一一个 正在经历事业失败问题的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 曾损失数百万美元 有人现在根本没有工作可做 一切都卡住了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如何解决问题 这显示了轮回的体性 也就是硕硕高下 就算有人这辈子一直很富有 下一世也可能变穷困 事情不可能永远不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痛苦 在我们解脱轮回之前 一切事物的体性都是苦 轮回的体性就是 没什么事是确定的 除了佛法 没什么事可以带来满足 轮回就像火 很吃了 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逃出火焰 唯一的方法 就是出离轮回 就连成就正觉的友情 像佛陀 也会经历到困难 虽然他已经进除了恶障 圆满两种正德 有一次由于过去是一项行为的果报 有一根刺 刺进他的脚六寸 如果连佛陆都说明这疼痛来自过去的业 为什么我们不会承受到 为什么我这样一位平凡的友情 不会承受到 当然我们必须经历过去的业 究竟的解决之道 除了修行 别无选择 佛陆阳 佛法一直进除过去的恶业 尽可能不再造恶业 这是治他今生事业成功的根本解决方案 与地狱友情比较起来 我们拥有令人难以自信的自由 我们是令人难以自信的快乐 我们认为是问题的事 根本不算什么 它只是很大的享乐 就算是在人道 也还有许多其他人 他们的问题比你招上一百倍 最糟的是 他们没有找到有根据的修行之道 对他们的苦束手无策 对未来世 以及历史会发生什么事 毫无概念 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 所以你是一个幸运的令人难以自信的友情 拥有令人难以自信的自由 所以你必须用你的自由来使修佛法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正在结束过去式的恶业 如果因为以善心成事他人而失去整个事业 你还是会因此获得许多功德 就算你努力的结果 没有带来很多钱财 迟早你会享受到成果 当你对友情具有深广利益的计划工作时 通常障碍会生气 不是每一次 但多数会如此 你必须要有很大的功德 才能够提供这种成事 不然的话 友情早就非常轻易的成佛了 不会有任何友情流到现在 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人的情况是 就算他们赚了几十亿美元 全是出于为了自己 为了今生而做 所以每件事都变成恶业 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变成恶业 投身于恶趣的因 这样的生活是没意义又空虚的 你过去拥有财富 受用的善业已经耗尽 当你还有机会时 你没有借由供养佛法身 以及布施友情 来造更多善业和财富 你最近的善业只用在 你自己身上 怀着对此事的贪恋执着 所以不会变成善的 而这功德业已耗尽 很重要的是 你怀着强烈的信心修行 当你在享受善业的果报时 应该以 诚挚的心 劳益友情的心 继续用它来造更多善业 这样成功将会继续下去 如果在你承办了强力的敬业 并累积许多功德之后 例如 供养非常有力的尘世给上司 给友情 或给生结 然后 如果你生意失败 这是一种敬业的征兆 教授宗说 修有力的敬业法门 例如 发菩提心 可以使你 免于经历到 投身于恶去 并速解忍受那种苦 这种非常有力量的 沉重恶业 事业失败 一直 你不必多结 经历许多沉重的苦 工作时 意念给自己工作的人 即让我活下去成为可能的众生 他们的人词 这样的思维 能避免在工作上 产生如称慧的恶劣情绪 上班时 思维 我势必要觉悟 以引导一切友情觉悟 所以我现在要工作服务一切众生 如果你是为了养家而工作 那也相当于服务一切友情 如果你不养家 你能需要物质条件 以便修学佛法 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都必须学习两件事 首先是怎么做好你的工作 但是 那遥不足以确保你的行为 能够成为无物的安乐因 无法让内心得到满足感或成就感 如果你有菩提心的发心 那么任何工作都变成一切友情成佛的因 因为你工作会得到报酬 所以显得好像是热因 你也相信它是热因 由于你是出于世俗的动气 对今生的贪质而作 无论你把工作做得多完美 多纯熟 或赚了几十亿美元 实际上 你做的工作 永远不可能变成热因 反而不断变成苦因 其实你的工作 只是获得薪资的助援 你能获得薪资的助援 你能获得薪资的助援 是你过去借由 慷慨不失他人 或供养皈依 进三宝 其他圣物等等 而造下的善业 也只有借由之前所造的善业 你才能得到工作 工作本身只是你获得报酬的一项助援 我们在做热因 几十亿前提升 其他圣物 中文字幕传统 城市 金融 鑿 中文字幕传统 柔 Jaco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 孝亲报恩重养祭祈福法会 点灯供水护生祭甘露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10月4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开始 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 地点南投张善堂 南投市福星里南钢三路97项 二号 恰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地仁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摘戒 护生祭礼拜大悲颤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マカハンニャー ハラミタシンギ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漢字財房作業陣 ハンヤハラミタ自称 献毛音階 駆動一切 不薬舎理 四式不意 不不不意 四式四式俗税 不不俗税 四式重創業 四式悪分尿税 舎理士税 正方不相不正不 目続く不上不増 不延税 古空中無 四式無忍 看看無愚 聰命 四 untuk胖 二 三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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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